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线下的伙伴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时候也是抓着我在问 老师上什么产品呀 上不上这个呀 上不上那个 看大家如此的期待 我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讲 七月份我们即将上市的其中两款产品 好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飞檐水润五件套 就是刚才大家视频当中听到的 The FAME什么时候上呀 就是这款飞檐水润五件套 大家知道它的前身是哪个产品吗 基础护肤六件套 也是我们开业以来一直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一款产品 那我们将继续延续它的美丽不变的荣耀 让飞檐水润系列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战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套产品到底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它到底好在哪里又提升到哪里呢 首先呢我们延续过往的三大技术 就是源自基础护肤六件套的三大技术 同时我们在飞檐水润系列添加了新的成分 新的技术以及它的配方更加的温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新成分 那除了新成分之外呢 在我们的飞檐水润系列当中还延续了基础六件套当中 已经使用过的各类植物以及新原料 那这些原料呢都经过了科学验证 来保证我们产品的原料的安全性和科技的最前端 所以是验证过的原材料和尖端科技 那讲到这里呢就一定要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 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回应一下 我们基础六件套有三大技术 这三大技术分别是高纯度提取技术 那我们为了保证让仙草本能够更好的 能够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要进行干燥 可是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就会进行氧化 就像我们吃苹果把苹果皮一削 它就变成了灰色深色甚至是深褐色对不对 那就是氧化的现象 那我们的植物也是的 新鲜草本变成干草本的时候就会氧化 一旦氧化它就会出现荷变 那出现荷变之后 我们再提取它原材料的颜色会不好看 有效物也减少了 所以我们的高纯度提取物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荷变 能够提高有效物的传播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新鲜草本提取技术 讲到新鲜草本大家都知道那干草本有氧化物 新鲜草本一定是更好的提取了吧 对的新鲜草本难保存也难提取 但是我们的新鲜草本提取技术呢 当日加工提取高浓度高含量的有效成分 保证我们的成分浓度 第三就是多重液晶技术 这个可能是所有女生最爱的了 因为我们在用护肤品的时候 都想的是很多的产品都要吸收到我们的皮肤里来 那就一定要成分更加的细小 那我们的多重液晶技术呢 就是把我们的成分缩小 用泪磷脂的成分来让我们的皮肤吸收得更好 更快 以上的三个科技呢 是延续了基础六件套的一个科技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它的新成分 新科技了 首先第一个成分叫泛唇 现场有小伙伴知道这个成分吗 有的话跟我挥挥手 看来大家比较陌生啊 有一位老师是知道的 泛唇这个成分呢 它最大的好处是快速的补充水分的同时 呵护我们屏障的保护能力 能够给我们的皮肤撑起一把保护伞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飞檐水影当中就加入了泛唇 卓越的水分结合力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迅速补充水分 那么第二个呢 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 大家都知道透明质酸 玻尿酸 听说过吗 线上的伙伴们你们听说过吗 透明质酸 玻尿酸 这两个是一种物质 那我们这一次在飞檐水影当中 加入了五种大大小小不同的玻尿酸 因为玻尿酸它拥有超强的吸收水分的能力 它能够吸收比自己重六千倍的水分 所以它很强的吸水 那么我们用大大小小的玻尿酸是为了什么呢 皮肤是分成了好多好多层 小的玻尿酸分子迅速的渗入到真皮层 大的玻尿酸分子是留在上面的 我们用大大小小五种不同的玻尿酸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里里外外 由内到外 由外到内 能够全部都补充水分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补充水分上做足了功课 好 再来看看最后一个新的成分 也是当红榨子鸡的一个成分 叫神经鲜案 神经鲜案呢 可以说 我举个例子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皮肤是砖墙结构 一直说我们的皮肤是细胞一块一块像气墙一样 把我们的皮肤砌起来 你们要知道 这个墙如果要坚固的话 就需要水泥来把这些砖来绑住 那水泥就是我这里要说的神经鲜案 它可以帮助我们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连接 来防止我们的水分蒸发 让细胞和细胞手拉着手肩并着肩 一起来抵御我们的肌肤屏障 这个就是保护肌肤屏障的机缘力量 神经鲜案 好 三个新的成分再加上一个新的科技 在座的现场呢 因为有少部分的伙伴 线上的伙伴们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在补充水分的时候 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太油 因为我想补充很多很多的水分 但是呢又怕它太滋润太油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这一次在飞檐水润系列当中添加的这个科技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症状 让我们在补充水分的时候能够清爽的补充 这就是三种油复合物 用超细微的离子来帮我们补充 其中含有了大家熟知的牛油果树果纸 还有植物角砂丸 还有阿甘树仁油 这些滋润的成分包裹在超细微的粒子当中 让我们吸收更充分 保湿更加清爽 所以飞檐水润用起来是非常的滋润清爽感 好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成分配方更加的温和 大家看到我们PPT当中的一个红颜色的这个标识了吗 这个标识就是德国的Dermatest公司 为了进行成分安全的测试 进行的皮肤临床测试 那我们在这项测试当中 在韩国我们获得了Excellent 也就是非常卓越的一个等级 来证明我们的飞檐水润系列配方更加的清和安全 好以上就是飞檐系列的全部的更新的成分以及技术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去揭晓它的使用顺序 以及每一步的功能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要迅速补充水分的化妆水 其次是眼霜 然后再是精华液乳液和营养霜 这跟我们之前的基础六件套的顺序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 首先是化妆水 这次呢水呢我们采用了肌肤保湿系统 这跟以前一样 并且我们添加了三重的保湿成分 让你第一次在补充水分的时候 温和地吸收 快速舒缓我们的肌肤 第二步呢 就是要关爱到我们的眼霜 要第一时间关爱到眼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们的眼周是最先出现衰老迹象的 那前两年 刚刚我还在候场的时候 伙伴就对我说 阿丽塔 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好好护肤 没有好好休息 怎么眼周有肝纹细纹了呢 我很紧张地赶紧跑到了镜子面前 去审视了一下自己 确实有这样的困扰 所以大家也一定不能松懈啊 即使工作再忙 睡得再晚 我们也要把很好的产品用在脸上 一定要用上飞盐水润眼霜 因为它能够快速地吸收 快速帮我们的眼周肌肤 解决干燥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要精华液了 所有产品当中 大家最爱精华液这个产品 因为精华液的分子最小 它有微传导的系统 可以帮我们更快速 更深层地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好 那接下来两步呢 就是乳液和营养霜了 那么乳液和营养霜最大的区别就是 乳液它比较轻薄 它的水油混合物非常的轻薄 所以如果你觉得皮肤有点油 我想要清清淡淡的滋润肌肤的话 用乳液就对了 那如果你的皮肤吸收非常好 你又想解决更多的干燥问题 就用上我们的营养霜 因为营养霜在最后一步 锁住我们肌肤所有的水分 完成持久润肤的一个肌肤状态 好的 那最后呢 给大家答几个疑问 那大家常问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础六件套好呢 还是非盐水刃系列好呢 那我想说的是两套产品都非常的好 它们的差别在于 我们新更新的飞盐水润系列 更注重了保湿和肤改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既能够保湿滋润 同时也不会有油腻的感受 即使是夏天使用 依然非常使用 没有负担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会担心 基础六件套是六件 飞盐呢是五件 缺少了BB霜 那BB霜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产品 我会不会买不到呢 不会的 那我们的BB霜呢 将优化到我们的彩妆系列当中 依然是我们彩妆系列 最好的一个打底的这个彩妆产品 那喜欢基础六件套的人 可要紧张起来了 因为我们未来基础六件套 全部售清之后 将不会再上市 我们将继续延续 飞盐水润系列 如果你们要喜欢基础六件套 时间可要抓紧了 好的 那接下来 大家会看到 我看到第一排的小伙伴 已经开始鼓掌了 这套 这个产品 那以前用过的人 就会马上意识到 太好了 这个产品终于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就是爱多美姜黄素片 在这里呢 我想问问 有谁知道 它跟我们身体当中 哪个器官会有好处呢 大家都举起了手 就是我们的关节和骨头 大家知道吗 我们人体当中 有多少块骨头 有人知道吗 我告诉大家 我也没数过 我也是学到的 206块骨头 206 从上到下 206块骨头 那我们的关节呢 关节 如果你是直愣愣的 你就不能好好地走路 或者是优雅的舞姿 都做不到 那我们必须有关节 才能够行走 跳舞 舞蹈 跳跃 才能完成 那如果我们未来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要爬高山 要去走遍世界的话 也需要我们有 健康的骨骼和关节 那关节呢 是有80多块 所以加起来呢 有300多块 骨骼加关节有300多块 那那么多骨骼和 这个关节在一起 必须是要健康的 必须要舒适的 我们才能更好地展现 人生的精彩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马上上市 这款产品 因为它其中的提取物 是能够帮助我们 呵护关节健康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的姜黄素片 主要的原料 就是姜黄提取物 它对我们的关节和软骨健康 是有帮助的 所以有了它的帮助 可以让我们的 又能够放心地去游玩了 那我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去讲 如何在疾病来临之前 我们要使用更好的食品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地健康 首先呢 要说的就是姜黄素片 这款产品 它不仅仅只有姜黄素提取物 它还有一个MSM 以及锡这样的成分 三种三管齐下 来呵护我们的健康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食用 大家可以看到姜黄素片 如果有人没有用过 线上的伙伴 可能有很多人是不知道 怎么去服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 大家可以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 它分棕片和白片 它在吃的时候呢 是每天只要四片 上午呢 吃棕片 晚上呢 是吃白片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棕片都有什么 那个白片都含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分开 首先呢 是来看棕片 棕片是含姜黄素 以及MSM 然后它们俩呢 可以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的关节和这个骨骼 变得更加健康 那锡呢 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细胞抵抗 抗氧化 所以我们如果这个身体有了氧化 就像苹果一样 一旦氧化以后 我们就会蔫了 那身体氧化以后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找上来 所以我们不能够氧化 所以我们需要抗氧化 刚才口误啊 讲错了 棕片是锡 跟姜黄提取物 白片是MSM 怎么吃呢 白天服用我们食用我们的棕片 晚上下午的时候 用我们的白片来保证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那什么是姜黄提取物 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姜这个并不陌生 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 做菜是不是用到了姜 对 所以姜黄是来自于姜 那姜黄提取物是来自于姜黄素 姜黄素其实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关注到了它的一个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姜黄素 给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怎样的好处 那早在2014年 姜黄素提取物就获得了 韩国食品药品监督局首个 关节健康认证的一个原料 所以我们把它要赶紧进入到中国来 而且我们是百分之百水溶性 印度产的姜黄提取物 而且用很独特的工艺 水提取法来保证它的一个提取纯度 那大家可以从这一页上可以看到 我们的水提取物 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提取水溶性的姜黄素提取物 保证我们的关键要素的保留 就是姜黄多糖 因为水溶性的提取物 才能把这有效的姜黄多糖提取出来 并且大家也可以从PPT当中看到 我们获取了多项的认证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艺 可以说姜黄素非常非常的珍贵 珍贵在哪里 首先通过几个数字 第一它是要经过13部严格的提取 才能够提取到我们的姜黄提取物 第二大家再来看这个数字 600千克的姜黄素当中 仅仅能够提到0.0305千克的提取物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珍贵 我们把它放入到我们的姜黄素片 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我们开发出的含多糖体的这个活性物质 就是来自于姜黄素 好 再来看看这个陌生的MSM 大家都知道MSM 但是不知道MSM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二甲积锋 是一个有机硫化物 那可能对硫这个物质呢 大家还停留在化学元素表当中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也需要硫 尤其是我们软骨的部分 软骨是帮助我们做缓冲 帮助我们做这个润滑的 所以瘤当中 瘤在我们的软骨 是我们的主要主层部分 对软骨健康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天我们需要摄入的瘤 有1500毫克 但是我们每天食用的瘤 有来自于鸡蛋啊 但是我们每天可能是 只吃一个鸡蛋 对不对 鸡蛋吃多了也不好 那我们的瘤的摄取呢 只有不足50毫克 所以我们必须要补充进来 补充剂来帮助我们补充进来 所以我们的白片就是MSM 同样它也获得了多项的认证 取得值得信赖的品质优良的MSM 好的 再讲一讲MSM的一个四部蒸瘤工艺啊 瘤是化学元素当中一个化学元素 大家也相信知道很多金属 也是我们身体当中不需要的重金属 对不对 钳 拱 个这些都是重金属 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四部蒸瘤的工艺 就是来让我们这些避免重金属 对我们的危害保存瘤 所以我们的MSM 就是经过了四部蒸瘤工艺 来保留下来的 最后呢就是吸 吸这个大家也是比较陌生的 对我来说我还没有研究它的时候 我确实也不知道它在人体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并且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非常可贵的可抗氧化的营养元素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不受外界有害物质的侵害 所以吸也是非常需要补养的 那我们的姜黄素就是含有了姜黄素提取物 同时又有了吸还有MSM 帮助我们呵护骨骼 关节 软骨 还有对抗氧化 什么人需要它 什么人需要它呢 首先啊 久坐的人 是不是经常上班坐在那里一动有没有不动的 还有就是坐姿不正 很多人都有翘二郎腿的习惯 这些人他的骨骼和关节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这一人需要它 还有一种人就是在座的前排有很多人都是这种人 经常穿高跟鞋的人 你们是不是脚很累啊 腰累不累啊 也累 对不对 所以经常穿高跟鞋的人骨骼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中老年人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关爱 同时经常运动的人 他的关节磨损比平常的人要更大 所以关节承受压力大的人都需要它 好的 那我讲到这里 最后不得不要讲几句重要的话给大家了 第一 本产品不是药品 切记啊 不是药品 如果你有什么关节炎啊 什么疼啊 什么痛啊 请去找医生 他不能用于治疗疾病 他只能作为食品来补充我们需要的必要的营养素 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预防管理的作用 第二 如果你是患有基础病的人呢 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来进行使用 第三 最后请大家规范宣传 切记不要夸大产品功效 七月呢 除了这两样 还有两个产品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七月我们还会有什么产品 我们的清爽卸妆油 还有可以让我们洗上眉梢的眉笔 也会在七月尽情上市 所以七月新品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